台湾出现了两例猴豆本土个案 没有出国史 彼此也没有互相的关联性 有医生就提出警告了 社区内可能已经出现了隐形传播列 而面对猴豆疫情拉警报 恢复部考虑要追加采购疫苗 今天与专家学者召开会议 讨论猴豆疫苗接种方式 以及扩大疫苗接种对象 包含了照顾确诊者的医护人员 未来都可能需要接种猴豆疫苗 一颗个水泡就是感染猴豆会出现的症状 由医师提醒水泡附近的病毒量比较多 得特别当心 台湾新增两例猴豆本土个案 两人之间没有关联 感染源调查中 台大感染科医师谢思敏警告 这代表社区可能出现隐形传播列 而卫福部中区指挥官黄高斌分析 本土个案感染源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社区中已经有潜在案例 但症状不明显 因此没被诊断出来 就有机会在社区中传播 另外也可能是来自2月15号确诊的 第5例境外移入猴豆个案 直接或间接传播 虽然个案接触者目前未出现相关症状 但猴豆疫情让社区拉紧报 疾管署召集专家学者将开会朝两大方向讨论 第一沿拟猴豆疫苗采用皮内注射 只需0.1cc就可达到0.5cc皮下注射效力 目前猴豆疫苗只有病毒培养实验室人员 和个案接触者两种接种对象 专家会议中将讨论扩大接种范围 包含高风险职业 例如照顾猴豆确认者的医护人员 或是高曝露对象等都可能纳入接种名单 因为医护人员过去在照顾这些猴豆的病患呢 也有被传染的一个案例 只是说我们还需要经过这个专家会议 讨论那个接种的对象要扩大到什么样的范围 以及我们要估计可能那个需要接种的人数之后 那就会比较有清楚的这个采购的一个计划 而国内目前大约还有一千一百剂疫苗 与五百人份抗病毒药物 卫福部将考虑增供疫苗 但确切数量还得再提估 解综合报道